Long but go 新选的嫔妃们不日也将入宫 你们有病的呀都赶紧把病治好 没病的也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别让新人把你们一个个儿都给笔下去啊 是 叫散 怎么 皇上又一个人歇下了 回贵妃娘娘的话 奏折堆积如山 皇上要连夜批改 就不让各位娘娘空荡了 走吧 还等什么呀 宫送贵妃娘娘 通过执轴 赐袖培训 你们就是当差的宫女了 请哦 已收到 乒淡 同 creat 实情 创徒 开 你快过来 我帮你占了个好位子 走 英璐 今天多谢你了 不必客气 这个屋子里面住的 都是新来的宫女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本来想问问 比咱们进宫早的宫女 多了解一些宫里的规矩 我看啊 有些人是想去巴结姑姑才对吧 那你说是 那就是喽 你 别说了 我凭什么不说 就她能耐 她最厉害 最了不起 恶人都让我们做了 就你知道做好人 吉祥啊 你真以为她在帮你啊 我告诉你啊 人家呀 只是想在首领太监面前彰显自己 你胡说 不信你自己问她 梅英璐 你今天大出风头 是不是为了你自己 好啊 你不理我是不是 这就是下场 活该 叫她出风头 可不是 把咱们都比上烂泥了 以后可得长长迹象 别为了出风头 这么急功近利 文洛 咱们俩该一床被子 禁秀 你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把她的被褥灵溼 这要是让姑姑知道的怎么办 还敢告状 咱们这么多张嘴呢 她踏踏不成啊 卫英璐 在干什么 英诺 你疯了 走 咱们告诉姑姑去 别 别啊 英诺 她就是一时冲动 她不是故意的 英诺 你快说句话呀你 你这回太不分了 你为什么要临时大家的被入啊 都闹够了没有 闹好 到底是谁在闹 明明是你自己 吉祥他玩不成袖座 就只能安排下差 因为我帮了她 受到了夸奖 你们个个就眼红 自己不帮人 还不准别人帮 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原本我不在乎 因为我入宫 也不是为了交朋友 但我今天必须警告你们 我 魏英诺 天生脾气暴 不好惹 只要是再唧唧歪歪 我有的是法子对付的 你 你简直嚣张跋扈 魏英诺你放 你放开我 你不是要见姑姑吗 你松手 我陪你去 把刚才发生的事 人原本本地告诉你 英诺你放开手 你不怕姑姑惩罚吗 你们以为长室的姑姑那么有空 会为你们辨是非吗 就我们这几个人 同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但凡闹出一点事 都会被赶出去 你们信不信 好 现在我们就去 走 英诺 把手放开 你放手 这么晚了 把姑姑吵醒了 你不要命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放手 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我不想被赶出去 你这大白夜 都在闹什么 方姑姑 刚才是我不小心 把茶壶打翻了 我们的被褥都湿了 怎么这么麻烦 把被褥翻过来干 不许再出声 不许再出声 站住 吴英诺 你还想怎么样 把我的被褥翻过来 你 不许再逃 你 踏掉 我 你 哥 我 你 好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要記住 閉嘴 趕緊睡覺 靦簡安靚 靦簡雅 靦簡靚 靦簡靚 靦簡淚 靦簡靚 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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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如 你疯了 啊 啊 你几个钱 几个 哎 英如 你清醒一点 你姐姐已经死了 你们每个人都说 姐姐是病死的 现在可以证明 她根本不是病死的 她是被活活掐死的 你闭嘴 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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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她竟下有一尊 她是被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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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魏京太 你女儿竟敢批关惊绕死者 是要天大雷击的 不 你 你做出丑事 被驱逐出宫 才会自尽身亡 这种不真不洁的女人 已经给家族蒙净我 如今 魏英洛有满口胡言 这是要我们 執行家法吗 不 主导大人 是英洛不懂事 各位叔伯兄弟 请你们原谅她 我一定好好管教 英洛 快跪下道歉 我从小丧摩 是姐姐一手把我带她 说是出自一组 同气连汁 可我从来没有吃过他们一口饭 喝过一口水 得过半点救济 如今姐姐无辜王子 他们不分是非黑白 神姐姐玷污了魏家的坟地 连一泡黄土都不肯施舍 让我向他们道歉 凭什么 你就这样不依不饶 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姐姐 死得不明不白 我要入宫 查找姐姐王子的真相 你就这么入宫 你一定会闯祸的 你卑鄙爹把你逃出家门 我不在乎 爹 哪怕你把我赶出家门 哪怕卫士逐我出租 我也要为姐姐 沉冤得雪 怎么了 谁打我呀 姑姑 怎么了 怎么了 看你们一个个的睡姿 养着肚皮溜着哈喇子 跟躺了一排奶蛤蟆似的 这儿 世子进城 行走坐卧都要讲规矩 容不得你们放肆 姑姑 那该怎么睡啊 腿 躺下 快 腿 你 朝一个方向 站住 这个姿势都记住了 睡着了也不需要 先回去 让她们再睡一会儿 半个时辰以后叫醒她们 娘娘 您怎么了 不对呀 娘娘 现在 天还没亮呢 您是做噩梦了吧 蠢货 一瓶一定有问题 我们下期 下一个 这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阿妍 你快想想法子 姐姐 您莫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高贵妃一定是起了疑心 她已经怀疑你跟我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 咱们总得想个对策才行啊 贵妃娘娘到了 快 快速后面走 好 快走 贵妃娘娘 贵妃给娘娘请安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有些人 我先打开 下一个 好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放开我 放开我 奴才给怡婢娘娘请安 茗玉 我要见皇后娘娘 今日皇后娘娘身子不适 早已免了请安 怡婢娘娘怎么来了 现在情况紧急 我要见皇后娘娘 我才说过了 现在不见人 你还是晚些再来 皇后娘娘 救命皇后娘娘 怡婢 这里是长春宫 你等干如此喧哗 娘娘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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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妾救命 求妾救余贵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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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侯娘娘 这是我的东西 宫女不许家贷 撒手 你要告诉我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是怕会想家 从家门口捧了一泡土 装进了这个小坛子里面 带进宫 这个不算违背宫规吧 看你紧张兮兮的 到底适不适途 我要亲自检查 姑姑 放肆 贝贝娘娘 贝贝娘娘 饶了我家主子 救救贝贝娘娘 住手 饶了我家主子 皇后娘娘 高贵妃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余贵人有病在身 臣妾特意请了太医 为她前来诊治 刘太医 你给余贵人喝的是什么 皇后娘娘问你话呢 快如实作答 回禀皇后娘娘 臣给余贵人诊治 发现她卖习左官陈贤 右官华儿有力 假之肝痒有热 肺絮痰隐 乃是换了咳疾 为了替她解肺热 臣特意看了一记清热立肺的方子 配以琵琶膏挑立 你胡说 阿燕妞妞是神话有余 哪里是什么咳疾 大胆一贫 昨夜在燕喜堂 你是如何说的 你说余贵人只是可解 今日又说她有孕在身 莫非你是故意匡骗本宫 皇后娘娘 品妾月事徐旧未来 和一瓶姐姐商议 因为事关隆私 实在不敢确认 想等半月以后 她一诊断以后 再向皇后娘娘禀报 品妾无心隐瞒皇后娘娘 请皇后娘娘恕罪 不 是品妾害怕 阿燕身怀龙死 为人所害 所以才故意 所以才故意谎称是可及 所以才故意谎称是可及 为人所害 为谁所害 依品妾 你是义有所指啊 事实证明 品妾的猜测没错 这一碗药 就是贵妃 毒杀皇嗣的证据 放肆 有毒没毒 一验便知 张院盘 陈灵指 回皇后娘娘 这药的确是琵琶糕 没有他我 回皇后娘娘 没有 皇后娘娘 您都听到了 于贵人自己都说月份太小 太医务诊是常事 是他自己疑神疑鬼隐匿不报 臣妾好心请了太医替他医斥 他却反咬臣妾一口 至于怡嫔 就更离谱了 口口声声诬陷臣妾要毒杀皇嗣 一个小小嫔尉 竟敢污蔑高位嫔妃 只是大大的不敬 皇后娘娘 一切都是臣妾的错 一切都是臣妾的错 这 什么东西啊这是 我都跟你说了 是从家门口袋的泥土 姑姑怎么还尝呢 姑姑 等等我 英洛 你不知道 姑姑肯定以为是芝麻核桃粉 之前就有宫女偷偷藏了 被她发现啊全都没收了 那是她眼神不好 这个就是我从家里带的思想土 竟然从宫外带了泥土入宫 你可真是个傻姑娘 姐姐 对不起 高贵妃 高贵妃 遗嫔不过是一时情急 一时情急就可以口不择言 皇后娘娘 老祖宗的规矩摆在那儿 遗嫔空口白牙诬陷臣妾 若不严加惩治 只怕上行下效 公结成风 彻底败坏了风气 高贵妃 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遗嫔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担心余贵人身上的龙胎 皇后 以下犯上 罪不可赦 您是六宫之主 母仪天下 应当立身为宫 不寻私情 您若是有心偏袒 臣妾自然无可奈何 不过 立身不正 处事不公 可能任谁 都会怀疑您 治理六宫的能力吧 你放肆 皇后娘娘 是凭借行为 过于莽撞 冲撞了贵妃 本就是贫妾的不对 皇后娘娘的大恩大德 贫妾您寄予心 就请皇后娘娘 不要再为此事费心了 贵妃娘娘 贫妾一时誓言 要怎么法任凭您处置 至于 至于于贵人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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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妾娘娘娘 今日千错万错 都是嫔妾的错 是嫔妾处事不慎 您要打羊毛 嫔妾 甘愿受访 只求贵妃娘娘 消消气吧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其他人呢 干完宫女所的活儿 都去吃早饭了 你为何不去啊 今天第一日 我想早点过来 还算懂事儿 我会以后 去 Nich o 29 后 manduri 你还相达 你吃饭了 咱ance 活好的宫女 还在外面请了 十几位出色的绣娘 大家干活的时候 都低着头 谁知道谁叫什么名字 她的绣活非常出众 不会默默无闻 绣活出众又怎么样 在这人才挤挤的宫里 又算得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 我得提醒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名字当中第三个字 是高贵妃的闺名 宫女都得避讳 避讳 对 后妃们的名字 下人们不配叫 你说的那个人 在这儿 应该是已经改了名字了 所以 你以后千万不要 拿她的名字 到处去询问 万一被别人听见了 铁定是要吃瓜老的 张嬷嬷 连饭都不吃 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 原来在这里缠着嬷嬷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行了 既然来了 都别闲着吧 跟我去跑一趟 是 是 宫女不让串门子 平日里没事 便老老实实 在各自当差的宫里待着 你们是绣娘 经常要为各宫主子 量体裁衣 一定要记熟了路 否则 七拐八拐地绕不回来 耽误了差事可不行 是 吴总管吩咐下来 于贵人怀有身孕 绣房要去给他缝制新衣 进了永和宫 你们仔细看着点 我是怎么做 我 应该 你们 凌萍 你 你 奴才替贵妃娘娘问话 为何要掌你的嘴 并且 捂衊贵妃 以下犯上 娘 娘 娘 你们 有 闭见 贵妃娘娘再问 记住今后瘆颜了吗 记住了吗 大声点 小小 平静 平静一心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姐姐是因为我才会犯错 贵妃娘娘要罚就罚我 要打就打我吧 于贵人 您身怀龙胎身份贵重 自然是不会爱的 不过您与一贫一样 犯了错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 阿爷快回去 快回去 我不回 让我回去 就这样任由他们羞辱你吗 我不走 我没事 我快回去 快回去 于贵人 您这么闹腾 万一伤了龙胎 奴才们可吃醉不起 快回去 阿爷你快回去 你们都是木头吗 还不把于贵人拉走 贵人 走吧 阿爷快回去 快回去 接着来吧 还有十五呢 张母母 这 这是 仪萍也下犯上 得罪了贵妃 贵妃娘娘 罚她当众掌罪 是仪萍 也是一宫之主啊 那又如何 看她得罪的是谁 宫里历来的规矩 打人不打脸 如今 贵妃这么做 分明就是羞辱一批 叫她颜面扫地 说起来身居嫔妃 有的时候 竟人最下能的宫女都不说 贵人 干什么 我找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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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来 贵人 来 贵人 贵人 怎么反倒清点了 贵人 贵人 这几日吃不下睡不着 当然瘦了 皮疤膏里面是有毒的 是有毒的 为什么淹不出来 贵人 您别想了 张远派医术高明 怎么会误判呢 他想杀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为什么也不处理没有毒 于贵人 奴才求您别说了 琵琶老爷没有毒 琴也是有毒的 盈鹿 你在胡说什么 你说什么 盈鹿 你懂不懂回去 不知道的事情 不要乱开口 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从前奴才 进入 幼年的时候 奴才很爱吃皮吧 结果有一次 误使了果核 呼吸困难 呕吐不止 后来犹疑告诉农才 大夫 都是按医点用药 医点 用的都是陈年的枇杷叶 制作枇杷糕 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 他也是偶然发现 枇杷的老叶无毒 而新叶和果核都是有毒的 多福 则有性命之忧 贵妃娘娘送来的枇杷糕 一定是用新叶制程 毒性极微 难怪张员潘未曾差距 就算真的被发现了 也可以退出是御药房出了岔子 原来是这样 你随我去见皇后 把刚才说的话再对皇后说一遍 贵人 万万不可 一个小小宫女的话 岂能当真 难道 她比张员潘还准吗 盈鹿 你怎么这样不懂规矩 什么话都敢说 你不想造命了吗 她有经验 她知道真相是什么 贵人 贵人 他才进宫 什么都不懂 求您高抬贵手 饶他一命吧 好 我不为难你们 我自己去成亲 贵人 贵人 你这丫头 可闯了大祸 放了 余贵人 娘娘回来后就头痛 一直到现在还未醒 您今日是见不到了 茗玉姑娘 我有钥匙香包 请搜索通宝 关门 茗玉姑娘 茗玉姑娘 快开门哪 茗玉姑娘 我有钥匙香包 茗玉姑娘 来 莲蓉 你说这张嬷嬷 不是挺欣赏她的吗 这一回来 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 她胡言乱语 把嬷嬷就生气了 真是不知道 她犯了什么错 又是 又是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大家都散了吧 看她那平时得意忘形的样 现在挨罚了吧 我该 继续得意呀 季晓 你干什么去啊 我不怕牧牧罚你啊 可是 好了 开车的话 我可不给你留饭啊 好了好了 不管了 咱们去吃饭 吃饭喽 我可不给你留意 我可不可以留意 哦 我可不可以留意 你乱胜了 我不会留意 你乱胜了 好 我可不可以留意 我们女儿 没有人 要不给你留意 不是我爱你 你乱胜了 你还读得意 这些时辰 从我头顶上一共飘过了两千零八十片云 三百零二片彩云 剩下的都是白云 你倒挺有闲心的啊 事事与你如浮云是吗 从前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天上的云彩我绣不成 但今天以后 我能修成了 别什么云不云的了 我先问你 叫你想的事你想清楚了没有 知不知道自己错哪了 樱落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在这都归了一天一宿了 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萌萌认为 樱落不该告诉贵人 琵琶心叶有毒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琵琶心叶有毒 太医不知道 你知道 胡言乱语的 你脖子上的脑袋 是不是想上天呀 你笑什么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反正我说的每一个字 都对得起天地良心 是 你对得起天地良心了 你对得起你老子娘吗 你对得起为你操心的摸摸我吗 我知道 您把我跪着 是关心我 所以我跪了 那你还不认错 这是两回事 无错 却要认错 输赢我办不到 我就带你去看看直言不讳的下场 小心着点 张默默 你们怎么来了 昨天落了东西 特意过来取回 这又不是什么干净地方 取完东西赶紧走 谢谢公公提点 我们这就走 快走 为什么不等我去救皇后 为什么你要认我杀 认我杀 贵人 人都走了 您可别再说这些风言风语了 她没走 她 她没走 贵人 你一直到真想 你把这些告诉大家 贵妃娘娘 像上次我肚子里的孩子 竟竟没有胡言乱语 你告诉大家 你去告诉大家 走 贵人 走 贵人 芳草 你家贵人伤心过多 神志不清 还不快扶她回去休息 走 贵人 别闹了 回去吧 陆才求你了 走吧 芳草 你听见了吗 心眼是有毒的 是有毒的 嗯 还看 亲眼看见了吧 宜贫当众受辱 颜面尽失 贵妃娘娘 就是要让她活不下去 你说的那些话 根本挽不回大局 这一次 算你运气好 若下回 被贵妃知晓 你的小命 也难报 一平为什么要死 如果她不死 尚有一搏之力 你说什么 就是一平她太懦弱了 别人羞辱她 她就要去死 凭什么 堂堂一平位 被当众掌嘴 以后在宫里 如何立足 不去死 难道还活着 自取其辱吗 冠成了我 千万人的唾沫 我也能唾面自干 哪怕 哪怕就是让我跪着等 我也要等下去 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行事比人强 一颗鸡蛋 怎么敢去碰石头 我摸摸说错了 我不是鸡蛋 我才是那块臭石头 不给你 当有一天真的轮到你了 你就知道 到底有多可怕了 碰得头破血流 大不了一死 不准说那个字 君 为什么姐姐无辜惨死 为什么一平悬梁自尽 为什么世道如此不公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大胆奴才 谁让你伤害林柏的 你躲什么躲 身价在此还不下跪 快 快啊 奴才恭请皇上圣安 谁准你伤害林柏 奴才斗胆 不知何谓林柏 混账东西 这就是林柏 曾为肾上遮阴 玉笔青蹄 林柏二字 这小朋友都挂着呢 平日里多少人跪拜都来不及 你竟敢伤害林柏 拖下去 这样算是 奴才刚入宫 不识林柏 不过奴才所为 是有原因的